我叫孙美林,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毕业,今年32岁,现在结婚已经10年了,老公赵志明是我第一个男人,也是唯一的一个男人,婚姻生活算来是蛮不错的,虽然年纪较小但是结婚时间长,老公是我们学校与其他高校联谊的时候认识的,然后开始了大学恋爱,一毕业就结婚了,毕业后的我们两个人留在了北京开始打拼, 虽然都是高校毕业生,但是毕竟学校一般,混的也是一般,只是一般的工薪阶层而已,虽然如此贫困,但是我们两个人的感情还是不错,非常甜蜜,而且结婚十年中,我们也是想要个孩子,在中间的时候也曾经怀孕过两次,但却因打拼生活经常加班,过于劳累,二次都不幸留掉了,后来就是一直不能还上孕, 我们也是想要好好休息一下,调养身体然后准备重新备孕,但是没有想到的是,在这个时候老公的生活竟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升职加薪一步登天,原本老公在一个集团公司担任一名普通的主管, 跟随一个年轻的总监旗下工作,虽然他没有多大的能力,但是较为忠诚,一直配合总监的工作,让总监对他也是颇为满意,而且,更加让人想不到的是,这位总监竟然是集团董事长的儿子, 他隐藏身份以海归的身份加入到公司,一步一个脚印地晋升到了总监,原本按照计划应该是隐藏身份继续晋升,等到时机成熟然后再公开身份接管公司,但是计划不如变化快, 这一年,集团董事长突然重病住进了医院,公司管理层混乱,总监不得已暴露身份然后接管公司,负责公司的所有业务,但是又因为与公司的其他管理层不熟悉,缺少自己的人,然后就将赵志明提报到了子公司总经理的位置上面去了,可以说是一步登天了,俗话说,这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果真不假, 虽然男人开始的时候会抵挡住各种的诱惑,但是早晚会被腐蚀,这照致明同样如此,开始的时候还是正常下班回家,但是越来越晚,而且手机上每天都有无数的女人给发信息,而且经常出差,她在公司的各种传闻也是传到了我的耳中,每次出差都会去找不同的女人,而且还与公司一些漂亮的女职员发生不清不楚的关系, 听到这些,我的内心无比的愤怒,追问着赵志明让她给予解释,赵志明只是说都是其他同事眼红她生之如此之快妒忌而已,虽然我内心有所怀疑,但是想到我们结婚十年以来,跌跌撞撞一同经历了很多事情,经历了那么多的困难,五环外自建房,地下室,隔断都住过, 现在好不容易现在生活才有了改善,生怕会把这得来不易的生活跌入谷底,甚至可能会把我努力经营多年的婚姻,彻底破坏殆尽,但是今年在我生日的一件事情,却是让我对赵志明无比失望起来, 在今年生日那天,老公说她老朋友请她去喝喝酒,说大约十点左右就会回家,我想我们夫妻很久没幸福了了,准备在这生日的夜晚来一个浪漫的约会,所以我做了一桌饭菜,然后先去洗个澡,精心地打扮了一番,等她回来我们一起庆生切蛋糕,谁知一直等到半夜一点多,还没见她回来,就打电话给她,电话响了, 她说正在KTV配客户谈合作走不开,再一下就会回来,但电话背景中有一些女人的欢笑声,分明是在一些欢场地方,到半夜三点都不见人行回来,再打行动给她,但是没有想到的是,这时候电话都响到跳语音了,还没人接,心里就很火大,担心起来,再打,电话接起来了,问她在那里, 可是她一直吞吞吐吐吐的,说得不清不楚,我打电话给她司机,司机告诉我总经理今天没用她车,如此让我顿时怀疑起来,我的第六感告诉我说,赵志明一定在骗我,一定又给不知那只狐狸精给迷到盘四栋去了,直到第二天下午,下班后司机才送她回家, 我跟她大吵一场,几乎要大打出手,没有想到,这赵志明竟然直接转身走出了大门,更是没有收拾什么行李,就穿了一件简单的衣服,戴了一副太阳眼睛,然后拦了一部计程车直接远去,看到这一切,让我顿时一愣,也是连忙追了出去拦了一部计程车跟在她后面, 从这车窗后面看着里面的赵志明,只见她在车上就不停地打着电话,出租车七转八转之后竟然停在了一栋装修精美看起来很是奢华的公寓大楼下面,然后她下车很是自然地刷卡走进了公寓大楼,竟然还熟悉密码,太阳经常前来的样子一般,看到如此我也连忙从出租车上下来,朝着那公寓跑去,但还是晚了一步, 这赵志明还是上楼去了,大楼门近深沿,我没有证件和密码没有办法进去,我也快速思考起来,连忙走到了街道上,等待一会,果真看到五楼其中一户的灯光亮起了,灯具上楼时间推算,这非常有可能是赵志明进去的房间,然后我直接来到了门口,使用视讯门铃,很快,里面果真传来了赵志明的声音,哪位? 有什么事?赵志明,是我,你,你怎么来了?你竟然敢跟踪我?赵志明顿时大吃一惊,很快明白过来,然后很是愤怒呼喊起来,哼,要不是这样? 我还不知道你在这里有一个家,你这么做对得起我吗?你给我开门让我进去,我也很是怨恨起来,虽然原本就有所怀疑,但是看着赵志明这个样子,肯定是早早地就在这里居住了,你要做什么?你不要在门口胡闹,闹大了对谁都没有好处。 赵志明很是不耐烦地说道,更是没有开门,开门,放我上来,我要见见你的拼头,这顿事让我更是生气,不要出口伤人,什么拼头不拼头的? 他是董事长的千金,什么千金不千金,做拼头就是拼头,积点口德好不好,不要乱说话,偷人家老公,不叫要拼头要叫什么?要叫婊子吗?敢吃不敢当,不要脸,不要成口炮,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怎要像村姑一样,脏话连篇,回去,明天晚上我们家里见,有时当面谈,你高尚,但是个闹钟, 缩头乌龟,你出来,我们现在就谈,喂,喂,喂,我拼命按对讲机说话扭,回去,明天见赵志明说完这句就是直接把对讲机关了,不管我再如何叫这都没有了声音,让我顿时无比气愤起来,但是毕竟周围也是有人,不能让自己像泼妇一般,只能样样地回家去了,回到家中,上床睡觉,行单影支,没有一人陪我, 整夜失眠,胡思万想,到了下半夜,外面下起雨来,点点哒哒,回想老公在一年前未发达前,在这一同一张床上,我们常常在这里恩爱,男欢女爱,多要美好,谁知才短短时来个月,他就爱上了一只狐狸精,置我于不顾,现在我是翡翠清零水与共,鲜花盛开何人赏,谁来爱我, 但是我想着明天晚上老公可以回家,到时候就能好好谈谈,缓解一下我们夫妻的关系,但是没有想到这赵志明竟然失言了,而且还是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都是没有回来,我每日打手机给他,刚开始语气很不耐烦,后再后来就根本打不通了, 打公司电话找他,都由秘书带接,不是说总经理正忙,就是正在开会,或他公出在外,难得接通一次,也是说今夜回家吃饭,等他一夜,还是不见人影,我心里退而求其次,男人心也拴不住,但即使在外面养小三,我这个郑公娘娘至少也应该三不五时,李洛军沾我几次吧,又是一个寂寞黄昏, 虽然在赵志明升职之后,给家里请了厨师和帮佣工人,但是下班时间他们还是离去的,整个房间之内只留我一人,寂寞无同所清秋,剪不断,李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桌上有饭菜也难下咽,心中一直在烦躁激动,特别是想起此刻赵志明与小三在潇洒,自己却独守空房,更是坐不住, 涌起一股逃离的感觉,说做就做,我化了一个淡妆,但涂上艳红唇膏,扎一个年轻女生的马尾,开车直接到了宫体,随便找个一家霓虹灯闪烁的酒吧,在门口停了车,将车交给了泊车小弟,就进去找了一个靠墙角的位子坐下,交了一杯酒慢慢戳饮, 想到近日发生的事,不禁杯从中来,低头独自捶泪,坐在我身旁的男男女女,一对对嘻嘻哈哈都在欢笑,只有我一人行单影只,更不禁十分伤心,杯中空了,我又点了一杯辣喉的龙舌兰,一饮而下,呛了个泪流满面 夜幕秧,店中客人越来越多,店中声,低低月声越来越来吵杂,我静静地喝着,一杯,再一杯,又再一杯,我酒量还算不错的,啤酒大约可以喝三到四瓶吧,可能是一个女生呆呆地坐在喝酒吧,自然有些苍蝇,嗅到气味而跃跃于世,我都没理会, 最后引来了一位一百八十几公分高,三十出头的老外慢慢走了过来,像一座塔似的站在我面前,用羊味很重的中文问我,小姐,我可以坐下来吗? 我看着她,不知是酒精的作用,还是看到,她长得也真的又高大又蛮帅的,我心跳突然加速,她看我只看着她,但没做任何表示,对不起小姐,看你一个人, 我可请你喝杯酒聊聊天,交个朋友好吗? 抱负心理上升,心脏一紧,心情很是激动起来,我几乎是喘着气地随口答应,随便,请坐吧 她就坐在我对面以上,暗淡的灯光下,我端量了她一下,一双炯炯有神浅蓝色的大眼,好像要看到我衣服的内部,全躯浓密的褐色头发,有些蓬松,稍嫌高耸的鼻子很性感, 有一些不算很紧密的虚姿,看起来十分扎人,可以算是一个很帅的小伙子,他自我介绍来北京快十年了,是一架双鱼补习班老师,他给我又买了一杯墨西哥龙蛇蓝酒,聊着聊着就又喝完第三杯了,我告诉他我也曾是双鱼补习班老师,相谈就多了不少题材,每杯酒虽说只是很少量,但它实在很辣,很烈,虽说我心底下, 以自我放弃,今朝有酒今朝醉,喝醉了遭人解尸,我也霞出去了,趁着酒醉我这也是向他诉说了我的婚姻,无比的忧愁经过诉说之后仿佛也是缓解了一些,他又很细心地问我,要不要去吃一些宵夜,甜甜味, 我突然想起来,今天厨子做的晚餐仍留在家中餐桌上,还真没用过晚餐,经他一提我才想起来,肚子真的有点饿,他就介绍我说这怕的东西还可以,可以不可以让他请客,看着他如此认真的样子 我也不忍心让他失望,然后就点了一颗丁谷海陆牛排,餐后又再喝了一杯的咖啡,吃完喝完之后我顿时觉得也有疤,九分九醉饭饱了,他没有用餐,只是在一旁打量我,不知是他不饿,还是他有阴谋,上马前不宜保时,看他如此样子, 让我也是一阵不安,连忙说道,谢谢你的酒和餐,不过我现在有点困了想要回去了,没有想到他一下拉着我手问我,反正也没十二点,还早吗,要不要到我家坐一下,安静地听听音乐,放开一下心情,听到如此,我顿时一愣,虽是没见过场面的女人,没有经常来酒吧玩, 但是看到的很多新闻报道也是了解过其中的事情,当然知道如果我跟他去,会发生什么事,但酒一充脑让我意识一阵模糊,又是对赵志明充满着无比的愤恨,看到他这魁梧的身材,也有些动心,可是当时真的不知该要怎样说S还是说No,只是愁出郁语还羞然后呆呆地看着他,虽然我不作答,但是经验丰富的男人看出了我, 就笑笑地说,亲爱的放心吧,这只是一次随意的约会,没什么大不了的,看着他温柔的样子,却是我一年来没有从老公身上感受到的,我轻轻咬了一下下唇,点了点头,他低头轻轻地在我脸上吻了一下,我酒一猛冲上脑,心脏频频乱跳, 他家就在附近,车程三分钟左右就到了,路上他一直说一些他的事情,可是我根本没听进去,酒一上头,只听到车子引擎声嗡嗡的,心脏还是平平直跳,手心出汗,脑袋真的一片空白 到他家后,我坐倒在他家的沙发上,他开了音响播放了当宫女歌星碧昂斯的歌,再倒了一杯红酒给我,然后坐在我右边身旁,轻搂着我,感觉我真的醉了,很紧张,步上老公的后尘,哈,我真的也出轨了, 事后,我又喝了两杯甜酒,压一压蓬蓬乱奔的心跳,聊了一下,他留了电话给我,给了一张名片,说随时可以找他,就送我上计程车回家,回到家快二点了,怕穿板我也赶紧洗刷干净,但老公一夜仍没回来,躺在床上我久久不能入眠,心情很是负责,有抱负之后的快感,又有一阵空虚, 心中又是警告自己一时足成肝骨恨,出轨的事,可以不可再的发生,在这一阵胡思乱想之间我也陷入了沉睡,第二天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昨天晚上没有回家的老公竟然回来了,但是他却是来告诉我一个识破天经的消息,他竟然要跟我离婚,赵志明他竟然提出给我一百万人民币,然后跟我离婚,听到这个消息, 我很是不敢相信的看着他,眼神之中无比的失望,我们结婚十年,经历了各种艰难困苦都没有打倒我们,现在他才是刚有钱一年就出轨并且离婚,我顿时控制不住的和他大吵了起来,老公争吵几番后眼见说不过我,然后就恨恨离去, 临走出门时,我看到他头上仿佛戴了一顶漂亮的绿色运动帽,心里有些得意,暗暗偷笑,后来,老公又回了几次家,每次回家,还是提协议离婚的话题,离婚价码也提高到一百五十万,但我均不同意,即使没有感情但是只论前一个公司总经理的离婚的价码没有这个低行情吧, 没有想到这赵志明竟然委屈了,说他也只是刚成为总经理没有多久,虽然年薪百万,但是自己没有公司的股票所以收入不多,而且自己的工资还花出去了大半,就是一百五十万都需要自己去东挪西凑才可以 听到如此,我更是愤怒起来,你竟然敢跟我说你没钱,你找的那么多小姑娘怎么来的,你找小三的钱哪里来的,没有钱免谈 你,你怎么成了这样的一个人,我真是看错你了,没有想到赵志明竟然无比失望地看着我,仿佛我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情一般 这次以后,每天我都很不开心,脑海里,一直浮现老公背叛的情景,老公与那个我没见过的狐狸精欢乐的样子 一切一切我似乎都亲眼目睹了一般,让我无法释怀,但是,我也一直在想起我自己出轨的事 我告诉自己,那都是老公使作勇者害的,不是他那天没有不让我上那间大楼 第二天我也不会去酒吧,也就不会见到那那个老美,当然就更不会有以后那些节目,全是他的错 想到那老美我的内心就是无比激动起来,很是刺激 有一天我终于受不了,我打了个电话给那老外,几口说,只想问候他一下,说声对不起 那天把他家弄得那么脏,接起电话,他不是傻子,一听就知道我是一条借口 他就反问,想我了吗?晚上要有空,一起吃晚餐好吗? 没有想到在吃饭的时候,这老外杰克竟然送给了我一部新的手机 逆堂,我替你办了一支手机,以后你用这支专用手机打电话给我,免得你老公在你手机上发现什么 把你现在手机上一切记录删掉 听到如此,让我顿时无比激动起来 不是贪图一个手机,而是看到了杰克的一丝真心 也是让我更加投入到这段情绪 我已经身陷其中,割舍不下了 以后我们又优惠了几次,一次,二次,很多次 但是最近我却控制了去找杰克的次数 不是因为不喜欢他了,而是因为老公最近比较常回家 原本让我很是揣测不安 还以为老公是知道我出轨的事情了 没有想到老公说都没说 仿佛没有察觉一般 也是让我怀疑起来 连忙去调查 结果让我无比愤怒和嫉恨 因为老公的拼头竟然怀孕了 狐狸精急着要他和我离婚 好给孩子一个正式的名分 知道如此消息的我 很是愤怒地向赵志明对质起来 看到我知道他的目的之后 赵志明也不再隐藏 主动提高了离婚瞻养费的价码到了两百万 我也没同意 没有五百万我是不会点头的 拖着对我来说是没有时间的压力的 听到我如此说 这赵志明也是不再做样子 很是愤怒地离去 看着他离去的背影 我的内心很是疏爽和妒忌 但是在家里很是寂寞的 我又是去找这杰克 看着杰克深情的样子 我也是小心地对他试探了一下 会不会和我结婚 杰克很是认真的思考起来 然后才说等你的婚姻解决了后 再来考虑吧 我也有一段婚姻要克服 软钉子 没有任何答案 有一天 杰克打电话给我 说蜜糖 今天晚上 我们国际商人俱乐部 有一个月会派对 规定要协卷参加 我老婆也不在这里 想带你一起去参加 好吗 我听了高兴极了 这是个进一步打进他生活圈的机会 知道他一些朋友们的情形 我怎能放弃 为了洋化一些 洗了澡 仔细化了一个自认为美美的妆 喷上香奈儿五号 就换了一套比较清凉又前卫一些的洋装 打了低视 先到了他家楼下 接了他一起前往派对 派对在郊区的一栋别墅之中去行 这栋宅子面积不小 有多珠森森大树及院子 还有一个二十五米的泳池 主人夫妇是一对白的有些可怕的英国白人 很客气地出来接待 迎我们到池邦一只露天茶几边上端上茶水坐下 不多久客人落序到齐 今天的客人共有八队人 连主人也不过九队 除了我及另一个华人女性和她的日本男伴外 全都是洋人 其中还有一位男的侍卫说法语高头大马的黑人 比杰克还要高基寸 几乎快两米高 体型很是惊人 我162公分 跟他握手时 至少比我高出快40公分 整整一个多头 男主人摇了一个领 大家集中在一起 女主人掏出纸笔 向客人收取酒水集会费 又收取了健康检验报告 就宣布派对开始 开了约翰走路威士忌和龙舌兰酒工人饮用 女士们还有戏办了甜酒 杰克也买了一瓶女用的饮料给我 喝下去无香无味 淡如白水毫无感觉 私人派对收取金钱 供摊费用 我了解 小冠衣料则有些贵 收取健康检验报告 我就有些忙 客厅中播放其舞曲 大家一边饮酒 一边婆杀其舞 我和杰克相拥相吻 饮酒跳舞 我已经很很久没跳舞了 一扫整天在家中的苦闷 心情大好 几支舞后 交换舞伴 我和所有的人都疯狂地跳舞 那个日本小个子 则拿了一台摄影机 到处摄影 奇怪的是 那时候根本没有想到有镜头外流的后果 兴奋之下的我又是喝了很多酒 没有想到这酒的味道很好 但是厚劲十足 我很快就是陷入到了沉醉之中昏睡了过去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杰克是怎样把我弄回家的 睡到第二天下午醒来 发现单独一人睡在自己床上 吓了一跳 还好老公也没有回来 头疼得不得了 不知是素酒未醒 还是昨夜宿醉的后遗症 想起昨夜的荒唐事 很是后悔 家中上有他人 厨子夫妇却早就来了 我彻底地背叛了我老公 竟进入了一个深不可测的深渊 不可自拔 最近为剪杰克约我 挂了一个电话给他 大概最近他有些忙 已经三四天没通电话了 电话中传来语音 你拨的电话是一个空号 请查明再拨 这让我大吃一惊 咦 怎样会错了 然后又是连忙拨号 竟然依旧如此 这让我内心顿时生起一阵不安 忍不住有所猜测起来 突然 这个时候老公竟然铁青着脸回到家中 一烟不发坐在梳妆台的旁边 然后拿出了一叠照片 这让我很是疑惑地拿起来一看 啊 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女子的照片 女的都是正面照片 那个照片中的女人 不是区区在下本姑娘我 能会是谁 我急着立声问她 照片那里来的 你说呢 你那个美国拼头五十万卖给我的 你总不能说那不是你吧 人赃巨货 铁正如山我也不想否认了 反正连绩撕破了 这个婚姻保住也没有什么意义了 离婚拿些钱分手算了 好吧 算你狠 现在你想怎样 我给你保留一些面子 不给你发布公开 明天我们一起去护民证据正式登记协议离婚 互不相欠 好聚好散 从自个走阳关道 独木桥 赵志明很是得意起来 这不枉费自己花钱买了照片 我虽然无比惊慌 脑中快速地闪过各种主意 很快 一个想法涌上心头 我倒不在乎 你随便把这些照片发上网 要知道你们公司可是一个上市公司 一个上市公司子公司的总经理的老婆出这样的事情 记者只会采访你 而且会影响公司股价 到时候看董事会能不能放过你 你那里照片如果不够多 不够精便的话 我这里还有很多 都可以给记者 我愿意奉陪你上法院见 这下打中他的要害 他沈默了很久 深深地看着我 才是说 那你要我怎样做 守着一个残破的婚姻有什么意义呢 好好的分手吧 互相给一个空间吧 你还年轻 幸福还在不远处 终于 我和前夫以五百万元协议离婚 男婚女嫁各不相干 回头去找混蛋的杰克 没有想到他早就回国了 然后就再也联系不上了 也许你会奇怪我前夫怎么会和杰克认识的 那是我前夫安插在家中的厨子 我第一次和杰克约会起 他就录下了我们的通话记录 杰克离开后 我居住在诺大的北京城中 不再相信爱情了 更时不时地去宫体寻找艳遇 咱们要是有缘也是可以相聚 渤岁 我曾经认识 王谦 awake 我时间看 地震 有 油